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來 我們回來看那個 Bunkers Bunkers呢 所以基本的數據是這樣子 把我們一步一步來做 第一步呢 請你先看這個 各個treatment的平均值在這裡 第一步就怎麼樣 按著 各個treatment的 平均值 的大小排列 你把它 照著平均值的大小 重新排列 好不好 重新排列 什麼意思呢 我本來的treatment叫 A B C D E F 我按照它的大小來排列的的時候呢 我就變成了怎麼樣子呢 變成了多少 A B 多少 D C F E 我就變成這樣 對不對 從左 從小排到大 可以 由小排到大 就是它的值 從小排到大 你可以在它下面呢 寫一個Y I 是多少 26.98 35.90 然後D 是多少 44.54 C 44.82 F 60.94 E 61.08 好 你看看這些數值 Y bar的數值 是不是從小的 一直排到大的來 是不是這樣子 從小的排到大的來 所以 本來我們的treatment 做實驗的時候 叫做A B C D E F 但是 從小排到大的 這個Y bar的 已經變 讓它變成 A B D C F E 這樣子 好 第一步先排這樣子 好 第二步是什麼樣子呢 來看它的P P的值 排好了以後 就開始決定 它的P的值 喔 它叫做P的值 你按它 這個 這個 大小的順序 排好了以後呢 看它間隔多幾個 好不好 間隔幾個 就是 P的值有幾個 怎麼樣說呢 我1跟A之間 叫做 1跟A之間呢 我的P是等於多少 6 好嗎 怎麼樣叫6呢 它的距離 是按照這個 已經排好了 這個來看 我已經排好了以後 A到F之間 小P的值 小P的值 叫做6 怎麼看呢 1、2、3、4、5、6 差了6 看 其他的呢 1跟B之間 叫做多少 小P的值 叫做多少 5 1、2、3、4、5 那當然還有其他的 怎麼樣 F跟A之間呢 叫做多少 F跟A之間 F跟A之間 是多少 1、2、3、4、5 小P也是等 這樣懂嗎 所以這個小P 最低的值 低到多少 2 隔壁的 隔壁的 就叫做2 A跟B之間 小P叫2 B跟B之間 小P也叫2 D跟B之間 小P也叫2 D跟B之間 F跟E之間 小P也叫2 所以是什麼 我按大小排好了以後 它到底是跟著你 它這個 Treatment Level的距離 是多遠的 照平平值來講 是多遠的 最小呢 所以我的這個小P的值呢 我的小P的值 是怎麼樣 我的小P的值 最小呢 是2 最大呢 是到多少 照這個 Treatment Level 有幾個 就到幾個 6 這樣 知道嗎 所以我的小P 有可能有是什麼 2 或3 或4 或5 或6 什麼叫3 A跟D之間 叫做3 D跟C之間 也叫3 B跟F之間 也叫3 C跟E之間 也叫小P 是三個 這樣懂嗎 就是它的 親疏遠近的意思 了解嗎 所以所謂的 Multipable Range Test Dunkens的 Multipable Range Test 什麼叫做Multipable Range 它就照著 我排了以後的那個 輕疏遠近的話 我要顯著的那個值是不一樣的值 所以就有好多不同的顯著值會出來 了解嗎 這樣可以嗎 到這裡 P等於多少 可以嗎 好 P 每一個都把它弄出來 P等於多少了以後 所以 P有2 3 4 5 6 這幾個數值 最少是會到2而已 那 接下來 第三個 找什麼樣子 找它的RP值 RP值 RP值的話 是在我們的 Table9裡面 請大家把書拿出來 C9 Table的C9 請大家拿出這個RP值 請大家拿出這個RP值 請大家看一下Table的C9 請大家看一下Table的C9 要嗎 怎麼樣 怎麼樣 昨天有印給大家 上次有印了 為什麼你們沒有嗎 為什麼你們沒有嗎 所以請大家看一下 table C9的這個RP值 這個 table上面是怎麼樣 它有兩個 一個 alpha0.05 一個 alpha0.01 那我們用0.05這個當例子來看 0.01是一樣的意思 那所以呢 我們會看到什麼東西呢 它這邊寫了一個p值的rate 然後這邊有寫了一個digital freedom 這樣子的表格 這樣子 那p呢是多少 2 3 4 5 6 所以頂多呢 它做到的true label 是6個的意思 這個表格 digital freedom呢 1、2、3、4 這樣一直下來 直到無窮大 這個digital freedom是指著誰呢 這個digital freedom 就是等於mse的digital freedom 好不好 mse的digital freedom 好 那假若以我們這個例子來看 我們的mse的digital freedom 是多少 mse的digital freedom 在這裡 對不對 mse的digital freedom 是24 所以請你找 digital freedom 是24的 那麼p等於23456 裡面的數值呢 就是rp的值 ok 就是rp的值 所以請你把這幾個值 把它找出來 是多少 這樣子 好 小總把它找出來的時候呢 我們就把它繼續寫到這裡來 好不好 所以呢 我們p等於多少 2、3、4、5、6 它的rp的值 等於多少 多少 2.919 2.92 好了 3是多少 3.066 3.07 這個呢 3.16 3.23 3.23 3.28 OK 把它的rp值找出來 rp值找出來了以後 這是第三個 對不對 這是我們的第二跟第三個 好 這是我們的第三項 table裡面 我們就找出來 第四項呢 我們來算 它的什麼 前面有講過是什麼 我們的 我們的 SSRp 又等於什麼 我們的 rp 去成立什麼 稱號 而 就是 MSE 對不對 前面我們是不是有講過這個 就是它的significance label呢 不再是固定的 依照什麼 它的平均值的距離的遠近親疏的關係 它會出來不一樣的SSRp 出來 這就是所謂 modical range 多重的這個 減注的範圍的一個test 好 那所以這樣的話 我們剛剛做出來的這個 根號N分之MSE是多少 這個值 這個值 這個值是多少 根號N分之MSE 到我們剛剛來的話 N是多少 是等於5 對不對 MSE是多少 101.69 對不對 所以得出來這個值叫做多少 叫做4.51 所以我們就把它的SSRp把它算出來 怎麼樣子呢 就用我們的這個每一個數值來乘上多少 乘上4.51的意思 可以嗎 就是什麼 我用2.92乘上4.51 3.07乘4.51 3.16乘4.51等等 把它做出來的SSRp 得出來的數值 就是等於多少呢 1.13.17乘4.53 1.13.17乘4.53 1.13.85 1.4.25 1.4.25 1.4.57 1.4.57 1.4.79 1.4.57 1.4.57 OK 所以你就有這個複数的範圍 這個SSRp呢 什麼叫做SSRp 叫做 Shortest p 正在各位輪迅 ответ 按照p的不同 ,它最小的顯速的範圍 是怎樣 SBSRp 所以p等於 residence 也就是說,找兩兩之間的平均值要來比的時候,我就要去找這個P等於2的SSRP來, 那假如距離比較遠,像這個呢,A跟1之間P是等於6的,你要看它兩個平均值之間是不是顯著的話,你要去找這個SSRP,怎麼樣? 怎麼樣?P越大的時候,這個RP的值也越大,對不對?越不容易顯著,所以得出來的SSRP也越大,也就是說,兩個平均值之間呢,要差異越大的時候,它才會顯著 所以那個顯著、不顯著去比較的那個標準值呢,會因為我的P是兩個相隔的,還是距離比較遠的呢? 是去比的那個標準值不一樣的,距離越遠的話,要越大的值才會顯著的意思, 這個標準值,瞭解嗎?這個叫做Dunkers的Multipal Range Test,所以它有多少的顯著的值,可以有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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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個 你看起來很煩對不對?所以我們要有一個有系統的做法,讓你做起來呢,雖然要做很多個不一樣的Testing,但是做起來很有系統,你不會覺得很煩,而且不會做錯, 所以我下面會慢慢的把它,這個,呃,教你怎麼樣子遊戲圖的來做 好,做完了這個了以後,其實在方法上的話,大概就是最第五個的的時候呢,你就去把兩兩之間的平均值,Yi跟Yj之間呢,你把它減了,以後也一樣找它的絕對值 然後呢,跟誰來比?跟你的SSRP來比較一下 但是你這個時候就要注意到,Yi跟Yj之間呢,它的P到底是多少個的P 所以你的SSRP是要用哪一個SSRP來比?那如果呢,來比較,OK?然後如果呢,它是大於SSRP的時候呢,如果這個值大於SSRP的時候呢,那就是說怎麼樣子呢? 就是這樣,MuI跟MuJ之間是怎麼樣?是怎麼樣?是有顯著的不同的Significant Difference 就是這樣,你知道嗎?你假如是,你出來的這個值呢,兩個平均值的差異的絕對值會大於這個SSRP 我就說這兩個平均值之間呢,是有顯著的差異的 那假如比這個SSRP小,我就接受說這兩個平均值之間沒有顯著的差異 這樣的意思 這樣了解嗎?所以跟前面通通都一樣的Test 只是那個觀念加進來了怎麼樣?這個Treatment的距離的輕鬆遠近呢,要用不同的Significant Level來Test 越遠的的話,所用的這個Significant Level越大 你看看這個是不是比較大?這個是比較小 這樣子 那所以越遠的話,越大 好,我們就用這樣的一個例子 我說,那這樣兩兩之間做起來很煩對不對? 那怎麼樣比較簡單的做法呢? 要有系統的做法 那 有系統的做法,我們就來這邊 排給你看 怎麼樣子叫做有系統的做法 所以你可以做得很順暢呢? 你在這邊呢,有一個大大的空間 來做 開始 P呢 切在最上面 最左邊 然後呢 它你有這個Treatment的差異 OK 然後呢 有一個叫做YI-YJ的 絕對詞是怎麼樣 然後再來寫一個SSRP的 然後 再來一個叫做結論 你看 你看我把它寫得很上面 因為下面要一整排要寫東西 所以 大概有這幾項 要寫的 好 那你怎麼做呢? 剛剛被我插掉了這個 我們那個 剛剛排好的那個 位置 是不能夠 我們剛剛排好的這個 排順序的那個 是不能夠 不見掉的 排順序那個 我們剛剛是怎麼樣 A B D C F E 對不對? 我們剛剛排這樣 對不對? 這個東西不能不見 這個東西 要把它放出來 怎麼樣? 從這個開始做 從這個 從最右邊的這個開始做 然後 以它為主軸 開始怎麼做呢? 跟它之間的 1跟A之間的差異 P等多少? 6 1跟B之間的差異 P等於5 1等於4 1等於3 1等於2 2 然後做完了 最後一個 往前的一套 再 第二次呢 再做的是什麼呢? 再用它為主軸 這個已經做完了 它跟人家之間的差異 再用它為主軸 F跟A之間的差異 F跟B F跟C F跟D 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 再用C 為主軸 C跟A C跟B C跟D 這樣子 A跟B 所以 怎麼排呢? 來 開始排 從1 開始 為主軸 5 5 4 3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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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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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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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5 6 6 6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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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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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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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等於5的時候多少?14.57,把它寫在這裡 P等於4的時候14.25 P等於3的時候13.85 P等於2的時候13.17 寫完了以後呢,它怎麼樣呢? 這兩個來比,對不對? 就是我們的第五項,對不對? 第五項是不是? 它的絕對是打分SSR,比比看 所以你只要用這個column跟這個column來比比看 比它大的的話,34.1 是不是比14.79來得大? 來得大的時候,所以就是Newton 打一個星星 這個呢,比它大,也是打個星星 打個星星的意思是說什麼? 就是E的這個treatment的 μ跟這個treatment的 不是,這個 E的treatment的平均值跟A的平均值 也是什麼樣?顯著差異的意思,好不好? 這個也比它大顯著差異 這個比它大顯著差異 這個呢,比它小 所以怎麼樣? 不顯著NS 你可以做不同的符號 那你假如跟我一樣做NS的法 就要表示什麼? Not significant的意思 不顯著的意思 好,那我們繼續往下做 F跟A之間的平均值 就用F跟A的平均值 F60.64 減掉A的26.98 是多少? 33.66 24.74 16.10 15.82 OK 那它各別要去比的SSR0 是誰? F跟A的P是5 所以它要用S SSR0是5的 要用E4.57 這邊來 了解嗎? 這邊用E4.57來比 下面一個呢,用E4.25 這個呢,用E3.85 E3.17 所以比你看怎麼樣子 每一個都比它來的大 每一個都在這裡都是顯得的 可以嗎? 然後接下來這個呢 C跟A之間的平均值差異呢 也把它算出來叫做 E7-84 8.92 然後它的這個 P等於4了 所以用E4.25 E3.85 它呢,顯著 這個不顯著 這裡的的時候 有一個訣竅 什麼訣竅呢? 我們把這個把它 擦掉 這邊都已經寫過了 有一個什麼樣子的 一個規則呢? 它的規矩是這樣子 它假如有 你先把它擦下來 等一下我解釋給你聽 如果有一個 好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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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你把它抄下来,我再跟你解释,这是什么意思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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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